这个是天然俄罗斯二料的带圆皮的蜜蜡的吊坠 这款是零舌的 你看这个白蜡厚实的程度 奶白花 它这个孔还是算OK吧 挺大的吧 这个孔 这个孔径大概可能72号的单骨可以过 然后后面带圆皮 这个圆皮搓起来可香了 这个圆皮 所以我喜欢这种圆皮的东西 因为圆皮没有打磨嘛 没有打磨就是这种松香的味道还在 旁边那边像那个蛋花汤一样 浓白浓白 而且这个零蛇的部分雕刻的很好 这一抹白啊 刚好像那个零蛇土性一样 然后生肖如果属猴啊鸡啊 还有一个是牛吗 六合三合的部分啊 可以佩戴这个蛇的 然后这个有做地大 付地大证书 这个的话是5.01克 5克啦 就算5克 这个真的好看 这个雕刻很好 而且价格的部分的话 也是非常的简陋便宜啊 你看这个 这个蜡指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另外一颗这个是一念之间 一念成魔一念成佛 非常完美的一个设计雕刻 这个都是金弓雕啊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金弓雕 这是师傅雕 这不是机器雕的 机器雕的不是长这样 好你看这个 后面部分也是带圆皮 这种圆皮部分真的是戳起来很像 重点就是 这边的骨瓷白啊 你看看这边的骨瓷白 这边的骨瓷白啊 真真正正的骨瓷白 骨瓷白啊 蜜蜡沾白级贵 沾白级贵 骨瓷白 夭壮小鬼 中的夭壮小鬼 你看很漂亮喔 重点是它这个雕刻的也真的也很好 一念成魔一念成佛 然后这种随形雕刻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随形雕刻的 嗯 还有一些圆皮 这种原始的随形的一些 我在找时间上好了 这种戳起来真的很像 那这个给 男生戴啊 小朋友戴啊 也都不错 因为蜜蜡青嘛 可以 这种一念 这种一念之间的话 小朋友戴也是蛮适合的 看这一抹 白 骨瓷白 漂亮 很漂亮 谢谢大家